房价在过去一年大幅上涨 低利率和低库存推动了美国房产中位价 在一年内上涨20% 而这次大涨是20年来最大的幅度 尤其是加州 大家好,我是冰冰 美国的房市一直很火爆 尤其是今年刚开始才几个月 美国房价又涨了20% 今天我就带大家来到美国新开的楼盘第一现场 来看一下美国的房市到底有多火爆 自2000年来大多数的城市房价都在大幅上涨 许多的城市房价翻了甚至三倍 而全美房价增长排名前六的城市均在加州 下面是我们总结的2000年以来 房价上涨超过200% 即增加了两倍的13个美国城市 排名第一的是旧金山增长290% 第二名是洛杉矶增长280% 第三名是加州河滨郡增长278% 第四名是圣地亚哥增长275% 第五名是圣和赛增长261% 第六名是加州首府塞克拉门托增长237% 除此之外第七名第八名第九名都分别是西雅图坦帕市和梅阿密 第十名是奥斯丁 第十一名是波特兰市 第十二名是凤凰城 第十三名是丹福 都是增长200%至上的城市 好了给大家列举出完了这些增长非常多的城市之外 下面就亲自带大家来看一下南加州Chino的一个新开盘楼盘现场 这个建筑开发商市KB 每周六新楼盘根据开发情况会释放一些楼盘 这是星期六拍摄的 房屋有三种大小选择 最小的是2127尺的房子 B型是最低起价是97603美元 C型是94871美元起 上周另外一处也是这个KB库斯 刚卖完一批的房子也是2100多次 价格才80万美元 而这才一周 同样都是Chino地区开车不到5分钟的路程 价格就90万美元起了 房价涨的是真快 这次楼盘稍微大一些的是2403处的房子 A型房价是最低价格 起价是935279美元 B型房最高是972713美元 最大户型是2805尺的房子 最低起价是977435美元 别看这么贵 但是买房的人还真是不少 基本上都是华人在购买 而且牌号的韩的名字 也都是中国姓名的名字 看来也是有不少 并不是长期定居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来看房 今天看房的人还真的是不少 尤其是房子带社区的 如果还有一个好的徐区 那就更受华人朋友的欢迎了 接下来看到的这里是开发商的供应现场 现在是周六也在加班家点的建房 可见这里的房子是多么的供为应求 不知道有没有买房或投资美国房产的朋友正在看这个视频 每一栋房子交易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精彩的故事 欢迎大家留言聊一聊你身边以及你自己的美国买房故事 感谢观看